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GBC版本的魂斗罗 之前给大家录制过GBC版本的,那个是个黑白的 当时还开玩笑说需要大家来脑补上色 那现在呢有了官方的上色版本 但这个上色有点迷,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用原亮色来当主色调 因为GBC版呢是靠红蓝来区分一批和二批的 这个版本直接用了一个绿 好,两个S,两个S的话就升级了,变成了五项 刚刚Tree一个S的话是三项 但是本作有一个更加好用的武器 是跟踪,后面呢咱们公关流程都要使用那把武器了 本作的武器上有所缩水 没有了加速,也没有了M 多出一个跟踪 武器的平衡性呢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跟踪非常的好用 其他现有的武器除了S之外没什么大的变化 当然了,武器系统的缩水可能是和GBC卡带的容量有关 好,这就是本作的武器了 跟踪 这个就不打了,这个应该是F吧 马上应该是BOSS战了呀 这个也不打 打了还得躲他 怕吃到 非常的安逸 因为本身武器是三项的 舒服也不弱 再加上他的跟踪效果 这个跳跃呢有一点迷设定上 因为看起来跳的挺高 但实际上一点也不远 他竟然缩回去了 子弹的判定上也稍稍有点问题 但是整体来说还好 好,清完 其实他导弹发射颈 第一遍出来就应该把他干掉 但是呢 毕竟跟踪的子弹不是特别听话 第二关 第二关呢 是俯视视角 所以说本作的系统 大部分还是非常像超级魂动罗 也就是咱们说的魂动罗二代 这是一个S 这是相当于一个小Boss吧 之前我还吐槽过 他身体不大好 射程镜还分叉 右手边这也是一个小Boss 一会儿他要上 左边的小兵在清完Boss之前 应该是清不完的 好,瞬间就打爆了 像是弱点开枪 这谁顶得住啊 又一个H 好,吃了两个 好像跟踪武器的话 没有升级效果 没感觉他变强 流程上本作是五关 武器缩水了 这个BGM的关卡也缩水了 但这个BGM还原度不错 敌人数量上也有缩水 这个卡带的容量关系不大 主要是和主机的 CPU的能力有关 第二关的Boss 这个战车还不小 颜色还不错啊 看中间 因为之前是黑白的 感觉这画面真是不错 好,干掉 第三关了 第三关的BGM很熟悉啊 不过你仔细听的话 能听出他做的 其实效果不如FV版 第一关的时候还不明显 到这关就很明显 这个BGM缺乏场次感 虽然本关的关卡 做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有一个 向上跳的地方 感觉不是纯的线性 不过在GPC上呢 有这种音乐的表现力 已经不错了 而且呢 我在模拟器上 还开了 这个补偿 应该是比原级的效果 要好一些 感觉自己一下子 跳了两层 所以跳跃这个性能和原版 真的不大一样 比原版要高多了 跳的 但是呢 跳得近 我是讲命了吗 好像看不出来啊 你游戏玩的多呢 难免会在游戏之前 做出比较 尤其是同一个系列的 游戏 本作应该说在GPC这个平台上 做的还是非常棒的 这个平台实际上有很多老游戏 有机会给大家多录制录制 这就完事了 这个小boss这就完事了 这个跳跃呢 和XC版不一样 因为XC版在水里跳的低 这个跳的很高 好 好 很快就上来了 跳这个坑感觉很勉强啊 本关的boss 这回是正式的boss战 其实这个boss 我觉得设定的不大成功 莫名其妙有一点 敌人的弱脸 就是在 在上面这 下面这个平台没什么用 我可以清完 第四关 仍然是一个俯视视角 这个呢 感觉非常像 普诺洛二代的第六关 所以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 或者说预感到 游戏的流程要进入尾声了 按照比例来说 很有可能是倒数第二关 那事实证明 咱们的感觉是对的 这可能是奖命的神 这个蓝色让人看 感觉就比较舒服 但是这个主色调呢 绿色 还有这个黄色 感觉 反正本作的用色 感觉很奇怪 快冲到boss了吧 因为同屏活动块有限 所以他并没有做出 MC版那个效果 就两侧出现很多虫子的 那个效果 并没有做出来 不知道他尾巴是不是弱点 我没去打过 我就打头了 因为用跟踪武器打头呢 非常简单 第五关也就是最终关了 第五关有一点难度 主要是 这关出现了大量的 新型的敌人 打boss的时候 需要背下板 尤其是他前两波导弹的打点 打点搞清楚了 也就不拿了 然后最终boss可能是 本作最废 系列最废 看这个高度 一下跳上来了 让人感觉很不科学 进入本关的后半段 这里开始有点难度了 小心蝎子 他有几率是落到地上 毕竟这个跟踪武器 还是不受咱们控制 开始坐电梯 电梯这里是有点难度的 右边这个机器 发射电 而且这个机器整体不能碰 这个设定真有点迷 为什么不能碰那个机器呢 它整体带电 不一定哪个蝎子就蹦出来 还要趴一下 这里就有点手忙脚乱 因为三个方向在威胁你 一个是这个垫 一个是蝎子 一个是敌人出来的小兵 还有还有谁 前面应该是再也没有小兵了 把他打爆再往前走 因为前面还有一个 应该是到boss站了 这个boss上个色是这种感觉 打完 竟然是个红色的 这里往后带一点 因为地上有激光 别让它电到 这激光可以 黄色的看着睡眼多了 之前是灰色的 好来到了本作的最终boss 这个货是不会攻击的 OK通关 那这样呢 这款GPC平台的红豆罗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了 以小伙伴建议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通关的画面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